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四十节 耶稣醒了,赤着风,向海说 住了吧,静了吧,风就止住,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,为什么胆怯?你们还没有信心吗? 耶稣睡觉的原因,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很累了 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在风暴中仍享有平安 暴风的暴是和三十九节大大的平静都是用大的意思 耶稣借着大风暴来教导门徒 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就能拥有大平静 所以耶稣的睡着表明不是外在的情况在掌控我们 而是谁在我们里面,是他做了什么,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很少看到世界上有奇迹异能,是能够控制自然界力量的 但耶稣在这里表达他对自然界力量的主权,正显示出他神性的证明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,人生中一定会有风浪 关键是,当遇到风浪的时候,耶稣在哪里? 耶稣说,在世上有苦难,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们可以放心,我已经胜了世界 是的,在耶稣里面有平安 特别是在现今动荡不安的局势中 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平安呢? 有句话说,问题不在于压力有多大,而在于压力的弱点 它是否挡在你和神之间,还是促使你更接近神的心 人的一生不可能避免外在的风浪 我们的一生要学的功课就是操练全然的交托与信靠主 只要我们常常在主里面,我们就可以有基督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